如果現在詐騙 最新的手法 是利用民眾對公務人員的信任 下去的詐騙 早安有報道 有不平的人數 投用台中市國區長 難以消耗 要求跟好朋友 而且給我們救錢 騙錢 說市長路受援 他難以消耗 也讓投用去詐騙 張伯阿嬤 台中市很多里長 手機要的 不可能跳出加一個好朋友的請求 上市一看是台中市長路受援 利用更慘 外景外出人的消耗 在說有比分 我記得這就是詐騙集團的新手法 當市長應該不會直接教我們好友 網路詐騙的手法一直放心 甚至有不平的因素 用台中市在在委屈中的商品 開來的消耗 所以來 郭叔新里長 跟好朋友說最近換消耗 而且繼續在跟關心 用各種名義來做錢 這次向投用的對象 變作台中市長路受援 網路詐騙多 那我們呼籲市民朋友 一定要提高解決小心上當 那當然我們已經報警了 那我們在追查當中 民進黨台中市長路選擇 蔡基昌也會由相關單位調查清楚 市政府相關的資訊單位 法治單位應該緊速趕快去了解 如果民眾覺得連市長跟 所有的區長都會被詐騙的話 那其他市民不就更危險嗎 選舉在要到 詐騙集團利用民眾 對公布人員的信任 盡情妄漏洛 共聽這個民眾 如果是剛好朋友 身家在這位消耗要提高見角 可以開時才才會比較正常 確定對方的新聞比不用受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 臉書專頁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